二鸭小妙招 实用有趣 大家好 我是二鸭 最近天气这么热呀 要是能在这个时候来喝一碗绿豆汤 清热解暑 别提桌上了 但是相信啊 大多数的朋友们都遇到过 煮绿豆汤煮太久都煮不好的情况 那今天二鸭来给你制一个小妙招 十分钟就煮出开花的绿豆汤哦 首先咱们用清水 把绿豆给它洗干净 洗好之后我们把绿豆放到一个碗里 我们把洗好的绿豆全部放到碗里之后呢 再往里面倒点水 稍微倒一点就可以了 微微没过绿豆表面就OK 我们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 把它放到冷冻室里面冻成冰块 因为水结成冰呢 体积会变大 经过冷冻呢 会把绿豆表面撑裂 有裂纹的绿豆遇到热水呢 会撑开 而且这个是物理方法哦 不用担心绿豆的营养流失 等水煮开之后呢 我们把冻好的绿豆给它倒进来 等十分钟之后呢 绿豆就会煮开花了 十分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豆呢 已经是煮开花了 而且呢 每一颗呢 都煮得非常的开 看上去呢 就非常的好吃 怎么样 这个快速让绿豆煮开花的小描章 你学会了吗 炎炎夏日的时候 来喝这一碗清热解熟的绿豆汤 绝对是再好不过了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小描章还不错的话呢 就可以给我们点击右下角的淘心给我们疯狂点赞哦 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 让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如果还想知道更多免费又实用的小描章 欢迎关注我们 二鸭小描章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